第一題 黃承軒這個名字怎麼取的 考姓名學 不然我們請歐立騎來回答 我覺得歐立騎理解也蠻特別的 我叫歐立騎 我是一個聽力治療師 我覺得你名字可能是算出來的 這個回答基本上是完全正確啦 因為就是算出來的 沒錯這個代答可以 就是我給滿分這樣 這個提問的話 問我名字怎麼取 我覺得這有點無聊啦 這個問的有點無聊 大家可以那個甜一甜 題號要甜5喔 我覺得題號是5喔 所以提問的正確的分數是 61.66分 就是62分啦 62分 最接近的是56 哇 歐是非歐立騎喔 那個獲得3分 再來是那個代答 代答分數是105 最接近的是101分 101是追賊 哇 超強強 那我們現在要第六題 就是正賽第二題 這個題目是 你最強的比賽項目是什麼 跟別人單挑什麼 你一定會贏 想一下這題應該要請誰來代答 蠻頭好 我們這個兩屆四強選手 如果我一定要 我一定會贏的就是 比賽寫我出的考卷 可以可以可以 好這個題目問得不錯啦 但這個代答不行 比自己出的考卷 這個是不是君子的行為 那其實比什麼我都會贏 因為重點不是項目 重點是裁判是誰嘛 對不對 你得要掌握裁判 比什麼項目不重要嘛 所以這個題目是陷阱題啊 對 好 我們這個提問分數是50分 所以最接近的是 哇靠 竟然有兩個人 有兩個人都猜50 偶然跟你講 各得2.5分 再來是那個代答分數 代答分數是116.8 最接近的是112 林佳佑 哇靠怎麼這個這麼強啊 好 你今年要完成了3個目標 這個太開放了 好這題請我們公司總經理先回答 我再回答 我新計畫呢 年營收3億嘛 不都會講過 然後這個呢 我希望這個 我們公司的員工都能健健康康 所以我們要執行每個月一次的運動日 其實這個活動主要是讓老闆開心啊 對 好我希望我自己的年收入翻倍啊 好就這樣就這樣 好 那這個前兩題答的都還可以啊 除了那個是要我爽 我覺得不對這樣子 我覺得是不是要那個員工健康 然後就是 第三個那個不對這樣子 那個我通常每年的那個目標收入應該是前一年的5倍啦 對它那個數字不對 它那個2要改成就是這樣 對所以這題這個三個就是算是命中1.5吧 對它這個提問就是很無聊啦 我覺得提問就0分啦 不用 不用討論 0分 大家自己看得辦我給0分 對 好那首先是我們的提問分數 平均是 哇靠 40欸 這還蠻高的 因為有人灌分 所以最接近的人是 36 張耀騰36 你跟誰接謀 沒有 沒接謀 戴達這平均是221.5 喔幹有一個猜180的 馬克陽 欸是不是偷看我打 哈哈哈 地理優勢 地理優勢 好來抽實物 終於可以抽實物 好這個吧 這個問的真好 請問在場人類的總頭髮 數量是多少 這有一個聖經經文的典故 因為聖經上有講說那個 我們的頭髮有幾根 那個上帝都有數過 然後就會有人問那個 教會牧師說 你跟上帝能溝通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的頭髮有幾根 我以前都會這樣問牧師問題 所以現在有人問我這個 現在很合理 第二個是那個 強度大於等於10公分的 總頭髮數量是多少 其實跟第一題差不多 對 那Jenny我們請那個 我們對幾乎教比較有優秀的 這個 嗯 林恩陽大大來回答好了 我是林恩陽 好我跟他在交會認識的 嗯 有幾根 在場頭髮有幾根 這時候就不應該算的 這是應該是禱告的 嗯 你身體要禱告 好我剛剛想了一下 就是我覺得 這個 答案怎麼回答都不對 因為 上帝說有幾根就是幾根 上帝可以隨時改變 好其實呢 這一題是考驗大家的那個 那個 物理學有沒有學好 我覺得這題目問得非常有深度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 國中的時候有沒有上過理畫 大家國中理畫課本應該有交代一個觀念 叫做 那個 估計值 所以呢這一題的話呢 我的答案就是這個 100億根這樣子 那我只要答100億根 然後我說我這是估計值就好了 這樣我就不可能答錯了嘛 我就一定是正解了 就是表示答案在0到110之間嘛 然後這個 第二題也是一樣的嘛 對 就回答個什麼 10億根之類的就可以了 這一題是考大家國中理畫 對 我覺得題目 出得不錯這樣子 對 他可能那個 學到大學數學了 就不接受這種 國中理畫的這種 估計的方式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就是大家那個 學問太高反而 不立答題 對 這個代答就是 大概不會太高分的 但是提問會蠻高分的 對 好大家可以那個作答 好我們這一題的那個 提問分數平均是 141.2 有一個人猜了140 真的太強了 哇馬克陽 這個位子優勢 凌力晉級 然後再來是那個 代答分數 代答分數是47 有人直接命中了 我的是饅頭 對 饅頭也是開無雙了 你自認心智年齡是幾歲 這太容易了嘛 小學生的問題 那請那個易珍先回答好了 我覺得你剛剛已經回答你的答案 你剛剛所有的小學生都會回答的題目 所以我覺得你的答案應該是 就是小學生的年紀 小二十八歲 這個題目呢 這個我之前有回答過 我應該是這個九千歲這樣 這個代答不行 本來他如果說九歲的話 我就可以說這個他數量級的概念 這只是沒有把那個後面幾個零點出來而已 但是八歲之後我沒辦法幫你熬 這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問題也蠻爛的 這種題目真的是 不該在這個場合問這麼幼稚的問題 好那我們要來公佈了 這一題的那個平均是 二十六點六 所以就是二十七嘛 那這個最接近的是 二十三 對二十三 二十三給他接近 二十三竟然有兩個欸 太扯了 林恩羊 馬克羊 哇靠 這位置優勢 再次發威 代答還是比較高的 代答平均是 七十八分 對 欸有人直接命中欸 誰這麼強 有人猜七十八 這麼猛 饅頭 哇靠 饅頭太神了 然後來抽題目了 釣魚跟釣蝦哪個比較殘忍 這題問得很好 我覺得這個好了 應該要請我們 關心社會底層正義的 Milo大神 我叫Milo那我之前是工程師 那現在在偏鄉學校教書 然後關於這個釣蝦 跟釣魚 哪個比較殘忍 對 對蝦子來說釣蝦是比較殘忍 對魚來說釣魚是比較殘忍 對人來說是不殘忍的 對因為他沒有關戶到自己的利益 你九十分跟我九十分 誰比較殘忍 其實他有一樣的分數嘛 你叫也有相等的時候 對 所以是一樣殘忍 這個 答得真好 釣魚跟釣蝦 他們的殘忍度 我認為是有分別 因為你可以看那個釣蝦場 全台有多少座釣蝦場 你知道釣魚場數量是比較少的 那就表示釣蝦是一個商業化的經驗 但是釣魚它是個人行為 那一個東西變成商業之後 他會去鼓吹大家來釣蝦 他可能會投一堆的FB廣告 他可能會做很多的行銷手段 跟大家說釣蝦是一個很有智慧的 很有學問的運動 我們會辦釣蝦比賽有獎金 對火線的時間可能會把釣蝦列入一環 對 所以就是我的觀點是通常商業介入越多的越殘忍 這題應該是釣蝦是比較殘忍的 好像有被碎土欸 對對對 那個問得很好 對那那個代達大家就自己判斷 那我們的平均呢 提問是212分 又有人命中嗎 哇靠 212 這是誰啊 林恩揚 好那再來是那個代達 這題代達的平均是 108 喔有一個105欸 Michael嘛 是嗎 喔 105 看 強強強強 喔 這一題 那問題是你是誰 張耀神來答一下 我是那個 從小就很聽話的一個小孩 也很遵守這個父母定下的規則這樣 但是現在我想要走自己的路 這就是我 好介紹一下 我是公司這個 我去年才加入火星計畫的張耀神 對 然後我現在是 健體選手 對 那我覺得我4月這一唱下來 應該可以很少很多比賽了 對 大家可以趕快找到耀神明 那這個題目是問你是誰這樣子 那這個問題問我就非常的適合 因為咧 這個 宗教哲學的常見問題 假設我是一個基督徒的話咧 那我就會回答說這個 我是基督是有生神的兒子 那但是這個如果你不信基督教的話 你有別的選擇 提問者是一個基督徒的話 那這題就有標準答案嘛 就照聖經回答 對 所以現在我就要來判斷一下 這個問這題的人 到底是不是基督徒這樣子 對 那 我猜應該不是 對 等一下可以請那個問這題的人 自首印證我的想法 對 那我覺得他不是基督徒 所以這是陷阱題這樣 對 所以我的判斷是 這題是陷阱題 這個你是一直在變化的 對答案不存在這樣 對 那個代答就 應該就 就0分了 對這關鍵是提問的是誰 所以提問要不要自首一下 這應該可以自首吧 好是JJ大師問的 那你不是基督徒嗎 你是新時代 那我就沒有問題了 好那就這樣子了 那那個代答0分啦 這個 對 那我們的提問平均是95分 最接近的是99 喔 軟顯成 我們制裁局大師 好 那那個 代答的是 25.9 哇 26竟然有兩個欸 這太扯了 Michael 還有林佳又 饅頭 來抽 你人生中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找我們那個 見多識廣的這個Tony 來回答好了 大家好我叫Tony 陳雨桐 然後我跟老闆是 在中國認識的 那 因為他說 問題是人生中嗎 最想做 最想去火星看看 喔 可以可以 對 因為可能真的 有招已經真的可以到那邊 運行看看 對 我覺得這集這個 最想做的事情是這個 去火星看看 我覺得這個代答 不錯 這個代答就是 我喜歡 就這個答案好了 我覺得答案蠻好的 我很不想改 這樣 對 所以大家自己判斷這樣 就我覺得提問可能 100分 他代答可能1000分 這樣子 好 那我們要來公布答案 提問的那個分數是 63分 所以最接近的人是 50 誰猜50的 馬克陽這個位置優勢 再次發威 對 再來我們的這個代答分數 這個很關鍵 因為有一些老洞 平均是111分 最接近的是112分 哇 林恩揚 在這種亂局之中 還能拿分 剩兩把 好像要加速喔 相機快沒點 喔真的喔 那趕快的 大概剩3分鐘吧 那我們這樣 那我們就連打兩題 就是我們接下來就連續回答兩 這樣比較好 好 這一題是 你是人嗎 那請我們的這個 侯維安好了 這個做機器學習的應該比較適合 我是做 AI工程師 這樣 我們公司做的事就是虛擬人 讓你有那種陪伴的感覺 多了一個朋友的感覺 所以問題是那個嗎 你是人嗎 對 我還是覺得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因為其實我分不 我現在有點分不太出 AI跟人的差別 對 這個問題齁 秒答 當然不是 對不對 我跟你說齁 這個原因很簡單 今天如果我是機器人齁 我這題也不能答是啊 對不對 如果我是機器人 我答不是 大家才會覺得我是人 因為大家會覺得我跟大家開玩笑 對 所以如果我是機器人 我要答不是 對 那如果我是人的話呢 我也可以答不是 因為就是開個玩笑 所以我答不是 大家就沒有資訊 大家就不知道我是不是人 這樣子 那你就不會再回答問題啊 可是我如果答那個我是的話 那大家就有資訊 如果我是機器人的話 我答我是人 我就是說謊欺騙大家 那如果說我真的是 我答我是人的話 就很無聊 大家就覺得很沒意思 所以我當然不會這樣打 對 啊那個我們現在接著 我們連兩題這樣子 對 這個你印象最深刻的 生日是哪一次 我覺得要請我們JJ大師吧 那好 JJ林秉騰 你的人稱我來騰 那我現在是邁向催眠大師之路 好 那我就來開始回答 我覺得我最印象深刻的生意 就是這一次 因為這就是此時此刻 為什麼 因為你過往的每一次生日 其實都是你過去的回憶 所以就算你過去的生日 再怎麼輝煌 其實你也是在此時此刻的回想 所以我永遠最輝煌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在此時此刻的生日 就是現在 沒有過去沒有未來 時間不存在 你知道我剛剛一看到這題的時候 我那個想法也是說 這不是一個那個送分題嗎 就是現在一定印象最深刻 因為大家有學過那個認知心理學嘛 就是你過去的那個印象太深刻 也不可能比你現在更深刻 好那大家可以那個提交最後兩題了 你是人嗎 好那這個提問的分數是 四十五分 還是蠻高的 哇有一個四十四 軟顯成 好再來是那個代達 代達是三十八 三十六耶 相當接近 疼 就張曜疼 哇真的張曜疼 追得很猛 最後一題的提問 印象最深刻的生日 六十七點五五 有人六十六 有人六十六 太強了吧 饅頭 好我們最後的最關鍵呢 這個代達是七十八點八六 有一個七十七耶 這到底都怎麼猜的啊 JJ 鴨燒 饅頭二十一分 龍敦冠軍 好啦我們要拿出門 可以 可以 這個是一個足球場 對 這就是 太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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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怎麼收起來 好好好 他有抓 太酷了